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那个时候是第一集 今天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 尤其是年轻朋友心目中的偶像 就是这个林志诚 现在是台歌大的总经理 林志诚算是一个传奇人物 在讲什么传奇以前 先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 哈喽 各位善哥聊天室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到这边来跟院长 但是因为要把你叫年轻一点 所以跟善哥聊天 还要来这边跟大家聊天 因为我以前老板施政荣施先生都说 不可以叫我施先生要叫我Stan哥 我就学他好了 那个林志诚我刚刚说算是年轻人的偶像 也是创业圈里面非常有名 现在不只是创业圈 电信圈里面也是非常有名的 一位这个企业家 那么他当年最早最早念的是化工 后来不做化工了 跟我一样念土木后来都不做土木了 后来你比较对行销有兴趣 对 然后回台湾是31岁的时候吗 31、2岁的时候 你创AppsWorks在台湾吗 对 31岁的时候创了这个AppsWorks的加速器 然后还有创投基金 后来有一个AppsWorks的学校 对不对 所以AppsWorks底下有这三大块 然后在36岁的时候 这个基金就募到了多少钱了 18亿多是不是 这个不简单 然后呢 38岁的时候 接下来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 产业的组织叫做 电商产业发展协会 TIEA 我以前曾经也是参加过的 协会是短暂的时间了 那么所以 这个 我刚刚讲是年轻人仰慕的对象 那么 你要不要先讲一下 当初回台湾 你也不做行销 那你更老的本行 化工也没有去碰他 然后开始做这个AppsWorks 鼓励年轻人创业 当时是什么心态 那个时候是这样 就是我在美国住了五六年 那 在2007 08年的时候 其实在美国亲眼目睹 这个iPhone跟Android出现 那那个时候 iPhone跟Android出现之后 其实它带来的全 第一个是它把 网路从桌面解放 也就是说 网路从一个 本来被绑在桌面上 一天只能 坐在桌面前面的时候 用六到八小时的东西 到你可以带在身上 随时随地都可以用 那 而更重要的是 这个手机上面 它是一个 它主打的不是固定的功能 而是一个App的生态系 对 那也就是说 每个消费者 他可以自由地去选择 他要怎么样 客制化这个手机的功能 因为每下载一个新的App 它就有一种新的功能 对 那我认为 那个时候认为 这个会让 网路的力量 放大很多倍 对 然后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手机变成App 比较重要 硬体比较不重要 所以我认为 它会侵蝕掉硬体的毛利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担心说 台湾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价值会越来越低 因为这个制造智慧型手机的这个硬体 它的毛利会越来越低 那因为我们过去 其实一直不太会做软体 跟上面的应用的生态系 所以我害怕说 我们没有抓到 这个iPhone跟Android 起来带动的这个软体的这个机会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 好是不是 如果说张忠谋先生 还有像这个善哥 你们当年的那批人 回来台湾是创造了PC的产业 创造了半导体的产业 是不是轮到我这辈的人 送到另外一种新产业 带动一个软体的这个产业的学景 软性的新产业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回来就是想要帮助 太棒了 这个各位网友看这个名字 顾名示意 AppWorks 对不对 就已经透露出 你刚刚在想的这套逻辑 是 我也 其实那个时候 可能你在美国 在台湾想的事情是很类似的 但是毕竟 这个当时台湾没有体会到 到这个Apps将来的这个发展 我记得Apps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有愤怒鸟 愤怒鸟那是很红 对不对 但是现在其实 这种 这种小的App 已经多得不得了 但是当年你看愤怒鸟多红 那个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去 有一次刚好工业局召集演讲 我就在工业局讲说 其实App这个东西 工业局应该 值得工业局去大力的投入 我记得 刚开始的时候 Google甚至拿了100万美金 在做一个App的比赛 看谁做出来App 最吸引人 100万美金很多 这奖金 就给这个得奖人 所以表示说Google那时候也看到说 需要大力去鼓励这App 这一个 不只是单一的发展的这个新创 而是一个生态系 对不对 所以跟你讲的是异曲同工 然后你就回台湾就是心怀这个 这个这个梦想 对不对开始创 那么这么多年来 其实Apps Work 在台湾也打出名号了 也很多 新创也被你慢慢带起来了 我知道看数据 在国外像矽谷 这种新创的这种失败率很高 通常都到九成 我跟矽谷一些 台湾区的这些创头 他们都是想失败的几率是九成 但是你这边好像 经过你培育的这些新创的事业 好像最后放弃的只有三成 跟这九成差了三倍 你是怎么样去让你 扶持这些新创的这些小朋友团队 能够维持热度 然后不要轻易的放弃 把这个放弃的比例降到 国际标准的只有三分之一 其实因为我创Apps Work之前的十年 我自己都在当创业者 那我觉得当创业者 其实最大的痛苦 就是说你是社会的边缘人 真的吗 就是说我永远都记得 我跟我妈说 大学还没毕业 我大三的时候要去创业 我跟我妈说 妈我没有要去上班 我要去创业 那我妈就跟我说 你就 我就还记得坐在我们家的客厅 她跟我说 你不能当个正常人去上班吗 你怎么要创业 你是找不到工作吗 就是在台湾创业是被视为一个比较差的选项 旁门左道 然后非主流 然后你为什么不能当个正常人 那你一旦开始创业呢 每天你的亲朋好友碰到你就说 你公司怎么啦 成功了没啊 要不要做啦 因为他看你很痛苦 他就一直跟你说你不要做了 你回去上班 对对对 他担心你 所以他希望你过正常一点的生活 他看着你过这种非主流的生活 他就有点不舒服 所以他就会 你放心 一直想要劝你放弃 所以对创业者来讲 其实真正放弃的原因 都不是说他一个产品失败了 两个产品失败了 不想再试第三个产品 而是周边的这些地附林 一直劝你赶快不要做了 那所以 其实我觉得对创业者来讲 我们就有点像是那个 X战警里面的这种变种人 那如果你存在一般的社会里面来 你就有点跟大家不太融合 格格不入 但是我觉得X战警 他这个X学校他最有趣的地方 他就把变种人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那当变种人聚集在一起 大家都是变种人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不怪了 因为反正隔壁的人都是变种人 那大家都在创业彼此互相抵立 那如果你没有放弃 我也不应该放弃 因此就会创造出来 大家坚持比较久 那创业其实蛮像一个 学习一个科目 他也是有一万个小时的定律 所以当你创业了三五年 你都没有放弃 你在这过程中累积了很多 对于创业的过程中 方法的态度的一个学习 那你成功继续真的会变高 所以我觉得AppWorks真正厉害的地方 讲穿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就是把创业者聚集在一起 当他聚集在一起之后 彼此成为彼此的心神之助 大家都比较不会放弃 大家都撑得比较久 大家找到 Polar Market Fit 跟Sustainable Business 发生的机会就成功了 是的 这个真是有道理 所以AppWorks School 也有点像X战警的那个 School一样 把这些变种人收集在一起 你把这些有益创业的收集在一起 他们就彼此感觉说 我们都是同一类的 如果你把他们都打散 放到社会里面去 每一个人都是怪胎 对 对 然后台湾其实也比较 不愿意看到失败 是 那个 我们旁边的小编还在跟我讲说 好像台湾的人觉得 有失败是不太容许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本来就是要失败几次才会成功 对 通常创业的过程中 前面五个十个产品 没有Polar Market Fit 是很正常的 对 但是每一个失败产品 就让你了解 原来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做 那个事情不能这样做 对 所以这边网友 我们要 我们两个人合起来 鼓励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意创业的话 不要气馁不要怕 就勇敢的尝试 是 然后你如果真的需要找一些同好 互相取暖 互相切磋交流的话 这边是一个好的对象 欢迎你来 我们会努力帮助你 对 那你后来去年 4月份你 接受蔡明宗董事长的邀请 去台歌大 接了这个 总经理的位置 那个时候我还在台歌大 看到你来我其实蛮高兴的 因为 因为那个 到底是 这个 传统电信圈以外的人 我想 会带来一些新迹象 像是什么 人家说 链鱼理论 放一条链鱼 竟然就大家都活起来了 当时你进到 台歌大的时候 接下的工作的时候 你曾经讲过一句话 你说 我不是接下台歌大 总经理的职位 而是接下一个 美金120亿的台湾大 与 那个 30亿 36亿美金的 Apps Work的 一个生态系统 希望把它放大出 十倍的这个 效益 你觉得 那是扛这个任务吗 你 你那个时候 是有什么样的蓝图 觉得说 Apps Work跟台歌大这两个 一百多亿 跟三十几亿的 这个 两个 算是大集团 小集团好了 是要做什么样事情 可以变成十倍 多久时间里面 你觉得有机会达到十倍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你回头看 过去这四年 就是我刚刚讲 这个iPhone跟Android 对 过去这十年 这个iPhone跟Android 这个四G时代 对 那它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上面这些 App的生态系 百花齐放 那现在价值数十亿美金 数百亿美金的这个App的公司 满地结实 不管是抖音也好 这个Snapchat也好 Instagram也好 Uber也好 都是依赖着这个 4G跟智慧型手机的生态系 长出来的 对 但是如果你回头看 过去这十年 电信公司的营收和获利 其实是没有成长的 对 那为什么呢 就是其实大家没有参与到 上面的应用跟服务的生态系的成长 没错 而且其实这上面的应用 服务跟生态系呢 其实也 受限于没有跟电信公司有比较好的整合 很多时候他们的发展也没有比较好 举例来讲 比如说如果这个Uber 这个叫车好了 那 走到某个地方 如果这个没有讯号 那就叫不到车了 对 那如果说 电信公司可以跟 像Uber这种公司 有一个比较好的整合 确保说 他的司机能够有比较好的手续 那这个服务就会比较好 所以说我觉得在5G的时代 其实 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就是AppWords培养了 这370几家活跃的新创公司 这么多 一年的业额金到1500亿了 那其中有很多都是 有机会成为5G的杀手应用的 那如果能够跟台湾大哥大 做某种形式的结合 然后一起成长 那在台湾做得很好之后 因为台湾是5G的先行国家 在台湾做得很好之后 再把这些应用跟服务 移植到东南亚这些 比较厚振的国家 那又是另外一个成长机会 所以整个蓝图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台湾大哥大必须要在5G的过程中 转型成科技跟电信公司 科技跟电信整合在一起的公司 那AppWords能够提供这个弹药库 然后再加下来有一个国际拓展的机会 对对对 我想网友们听到刚刚这段话 应该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了 基本上就是电信原来是底层 那App上面的应用层 现在把这两个东西做一个 像是一个垂直整合的一种做法 让他们可以彼此有一些忠效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电信也可以借此成长 那这些App 这些App也可以因为 有稳定的这个底层的支持 也可以更稳定的服务 更好的能力 对不对 所以 十倍不是一个梦 我是觉得很有机会达成 很有机会 我在这边也预祝这个 预祝这个 我们之城 Jamie 能够早日达成 早知道你要来做这些事情 我就不走了 我就不去选什么 有的没的 谢谢善哥金头 但是 虽然讲说他们彼此有一些忠效的空间 可是毕竟 电信业者 是比较强调资本投资 基地台的建设 标频谱 然后这个App或是这种新创 大家都 都倾向避免这种密集 重的资本投资 这两种行业其实 Mentality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你现在这两块都在手上 你怎么去调和 这两块的这个 这种企业文化也好 或是管理作风也好 你怎么去 你不会精神奋裂吗 那个有什么体悟 所以同时管这两块 其实我本来很害怕 因为我不只没有待过电信业 其实我没有上过班 真的 你就是一直在创业上 我一直在创业 我没有在人家公司上 没有招95这种 没有招95 然后我待过最大的公司 大概就100多个人 也是我们自己共创的公司 所以 我从来没有在人家公司上过班 我也从来没有在这种 5000亿万人的公司上过班 那还不要说它是一个电信业 所以我自己也没有 虽然是有当过半年的 跟善哥一起在董事会上 当过这公司的董事 但是 毕竟我不是这个业内人 所以我 来之前其实本来是 蛮 蛮刹的 就是说 有这么多的 是的 没经历过的事情 我真的能够克服吗 嗯 那结果 来了之后我发现 其实我过去的 经验 刚好很多都派得上用场 是 举例来讲 我在App Wars 那我 培养了这370几家公司 嘛 那其中我们有 入股的大概有50家左右 那这50家公司 其实很多都在他们的 董事会上 董事会上 或是这个steering committee 里面 那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是 比较稍微比较重资产的 所以 呃 也是有重资产的 也是有稍微比较重资产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 就是陪他们 periodically review他们的progress 不管是月会或者是季会 那就养成了说 可以理解不同的商业模式 然后不同的策略 不同的执行状况 然后到底有什么问题 然后可以给他们 看出他们的问题 给他们好的feedback的能力 那来到台湾大跟大之后 就发现说 这么大的一间公司 其实他也就是切割成 十个二十个 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单位 那主要的管理方式 也就是说这十个二十个单位 可能是周会 可能是月会 会来跟总经理报告他们的状况 那你听完他们的状况之后 你就帮他们 看看他们有没有漏掉什么 或是公司现在策略是什么 或是别的部门需要他们什么 然后给他们一些 把他们当做 每一个部门当做 像是一个新创来coach 对 那只是说我以前coach新创的时候 三哥知道吗 你在董事会上讲 你可能讲了十分 人家可能做都没做 可能连一分都没有做 那现在当总经理报告的时候 是你说讲了三分 他们很有可能就做三分 就说3.5分 对 所以说你只要讲的 讲的力道不用像以前那么用力 现在只要点一下 更能够这个 涉体落实 对 所以说现在就变成 以前有点像隔靴烧羊 后座开车 对 那现在做到前 backseat driver 现在有点做到前座去开车 不错 唯一的差别是这样子 那其实 来了之后发现说 之前过去的这个经验 其实还都派上用场 对了 讲这一点就是说 即便电信产业是一个重资产 看起来是一个传统保守的行业 可是 你如果用新创的心态来带他们 让每一个部门都活起来 变成一个独立的新创的个体的话 其实整个动能就起来了 就是说对 当你给他们的一些建议 说你也可以这样想 你可以那样想 你可以试试这个事情 那大家就比较 其实我觉得大公司通常不是不敢尝试 是因为有一个 penalty system 所以尝试的人 他害怕说 如果我尝试失败了 那年底考纪 你是不是给我打低分 那我要养家活口 所以如果你刚刚讲说 没关系我们来试 如果这个失败了 总经理负责 不会叫你负责 那他们就敢尝试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empower他们 给他们一个空间跟机会 去尝试新的东西去犯错 那公司就会动起来 真的佩服 真的佩服 那个我们小编 要我们这边跟网友道歉一下 今天的这个麦克风有点问题 希望即便有问题 我们网友还是可以收听的 算是清楚了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我们再回来我们的这个访谈 那个5G已经正式开跑了 我太太也换了一个5G 刚好也是台阁大 然后对他到目前为止蛮高兴 谢谢 这个支撑可以放心 那个5G 你觉得台湾我们的网友们 我们的民众 可以期待5G对台湾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的改变 当然最初当然就是说 你会换了一个5G的手机 然后办了一个5G的门号 你会觉得你的上网速度快很多 是的 感觉起来会快两三倍以上 是的 那当然会有一些新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最近跟这个 NVIDIA一起推出的这个 Cloud Gaming 它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其实在 大家还记得以前 如果你要看剧的话 你必须要先上网去下载 然后下载完之后 到现在你要玩游戏还是要下载 先下载 那比如说今天 今天想要玩这个游戏打开 发现它要更新 光更新就去了 20分钟 那你就 整个 興奋感都量了一半 那但是在5G的时代 其实因为网速变快了 其实可以 还有延迟变快了 所以可以把游戏变成用Streaming 也就是说游戏 其实在云端上面跑 那你的手机只是显示结果 那我说往前走 那个指令传到云端 再把运算之后的画面 传下来给你 OK 那 这个我们认为 那其实你看 十字今日在 整个4G的时代 演进到现在 全台湾有上千万的人 每天在手机上用4G去串流的影音 那我们认为呢 十年过后 全台湾也应该会有上千万的人 每天用串流的方式打游戏 在玩手游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如说 这个真的是很有眼光 因为 时代在进步 然后你说跟NVIDIA在合作 NVIDIA 跟网友可能也知道 就是在做GPU的 GPU最大的用处就是在玩游戏 所以 你如果在手机里面玩游戏 那这GPU 就你这手机里面的GPU 可能是Apple自己的 也不是NVIDIA的 所以NVIDIA这次跟 台客大战合作也算聪明 就是你如果都在云端玩游戏的话 那云端那边就需要 GPU的这种处理的能力 然后手机就轻松的多 手机也不会那么热 然后呢 充分运用5G的评宽 所以这个是你想出来的 没有 这个其实整个行业 都是这个方向吗 已经在想这个方向很久 但是过去它的 网路的速度 跟它的latency 还不够直升 其实 这个 山哥可能记得 这个4G的时代 宏达店有尝试 买下美国一家 串流游戏的公司 但后来这个是失败 就说司机那个时候是太早了 对 网路太早了 所以现在我们认为5G的时代 来的这个是可以做的 那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认为接下来 可能两三年后 当5G部的比较满之后 会开启一个物联网的时代 对 那你想想看过去这 十年 我们光光把一个手机连上网路 就已经对于我们的 十一住行客 带来这么多改变了 那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我们要把生活中很多物件 车子 大楼 监视器 眼镜 什么都连上网路 这个会对我们的生活 带来更大的改变 尤其是智慧眼镜 我觉得这个会是5G 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杀手应用 所以真的 我想我们的网友 尤其是年轻网友 如果喜欢玩手游的话 就已经马上可以 期待5G 这种Cloud Gaming 已经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刚刚也讲了说 下载一个游戏就搞老半天 这个性质都少一大半了 这个真的是跟 提会一下3G到4G 这个看电影 从下载到串流 就知道说这个5G时代 线上的这种 网路游戏 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是 变成更容易 随手可玩 随暗可玩 随暗可玩 对 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反而现在速度 变成是 这个最小的这个效益了 而是一种应用形态的改变 应该说 因为有了这样的速度 有一些过去做不到应用 现在可以做到 对 OK 太好了 所以你刚刚讲到 Cloud Gaming 你能不能再举一两个例子 也是这种 不是跟消费者收月支配的这种应用模式 当然啦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5G开台的时候 我们就跟我们的这个 同样是富邦集团的这个富邦汉将 把他的新装棒球场做成了一个智慧球场 是 那举例来讲 其实对于棒球场来讲 球迷跟球团都有一个同样的痛点 也就是说 棒球场里面的每个座位 他的观赏的体验是差很多 一样的 比如说你坐在外野就看不到本类版的play 那你坐在本类版就看不到外野的play 对 那所以 在球场里面的座位 其实都有好座位跟坏座位 那好座位比较容易卖掉 坏座位有可能永远都卖不掉 死角度永远都卖不掉 对于球迷来讲 他进到现场 有时候他的观赏的体验 也不比他在电视前面看 电视前面看随时都有 慢动作 各种最好的角度 但是他进到球场 虽然能感受到那个加油 很兴奋 气氛 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 比赛里面最精彩的画面 不能两全其美 不能两全其美 那所以我们就跟新中央棒球场合作 把这个棒球场 漢将合作 把新中央棒球场提升成一个智慧球场 举例来讲 我们就在新中央棒球场 装了这个 360度的这个 cameron 那就让 每一个好的play 都可以有一个 360度支持的回放 那未来呢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服务 就把它放到漢将的app里面 那也就是说 今天比如说我是一个 漢将的球迷 我进到场内 虽然我的座位是在 可能左外野 那我把这个app打开 可能 比如说单场多付一个99块的费用 是 我就可以看到 每一个精彩动作的 精彩的360度回波 而且我可以随时倒带往前看不同的角度 那这个时候 每一个座位 他就变成体验都大幅的提升 那对于球团来讲 他可以把每个座位都卖掉 可是对球迷来讲 不管坐在哪一个座位 我都可以去体验到这个棒球最好的氛围 这个也是好点子 那这个就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我们叫做B2B2C的商业模式 我们帮助漢将去服务他的客人 那产生新的营收 那这种新的营收跟活力 我们再跟漢将一起去看怎么拆分 OK 有没有打算推到其他球场去 有 我们如果这个实验成功 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帮助台湾所有的球队 那我们台湾棒球迷又有福 对 是 对对对 我儿子也就是棒球迷 他当年出国念书以前在台湾 看棒球跑到外县市去 回到台北家里都很晚很晚 真是 这个是我们的国球 台湾其实大分 大分小孩都是看棒球长的 对对对 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两个新闻 是跟这个智慧 是跟车联网有关系的是不是 是我们有跟像是台塑货运 合作这个5G的自驾车 那以后可以在他的这个厂区 跟他的养生村去载运货品 跟载运帐 真的是不用驾驶的自驾 不用驾驶的自驾 是是是 那个以前我宏基的老板施政荣 也一直很想推这自驾 好像他跟我们科技部有些合作 在台南高铁站外面一个沙轮圆区 沙轮圆区 好像想推自驾 还有在宏基自己文化潭里面有可望圆区 想推 所以大家对这一块都非常感兴趣 不过我听到你这样讲好像可能台塑跟台客大合作 搞不好是算是领先落实的一个应用 这个其实自驾可能刚开始发展成封闭场域是比较 是一个很好的场所 安全 对它比较可预测可控制 然后因为像台塑它是有实际的需求 比如说要载运这些稍微有点危险的货品 然后还要载运这些长辈 养生存的长辈 对要很小心的 对那因为你如果都要请一个驾驶 那成本就提高 长辈的负担就高了 如果可以自驾就不用驾驶 那费用就低 长辈的负担也减轻 所以像这么多有创意的开发的应用 这些应用案例是怎么开发出来的 是 我觉得很需要创意 很需要创意 那不可能一个人脑袋里面有所有创意 所以这些案例你怎么去 东挖一个西挖一个 很不容易 当然就是说很多都是我们跟客户讨论出来的 那 这里面也 可能也运用到了过去十年做创投 学习到的一些心得 就是说怎么样去identify 我想就是 identify一些机会 然后这个机会是比较商业价值的 对 我觉得 虽然我没有做过创投 不过我觉得 做创投一个最刺激的事情就是 可以看到 很多种不同的实验 那个创新的实验 有的可能可以成功 有的可能不容易成功 那那个 做这些实验其实蛮好玩的 是 当然如果生理情绪自己下去做 那是更刺激了 但是不能一个人创业 创十个业不行 所以 到第二线来 协助这些创业的人 去实验不同的创业模式 我觉得 是另外一种人生很有意思的 非常好玩 非常好玩 而且其实看他们成功 你也很有成就感 有时候不只是看到事业成功 你看到一个创业者 从刚开始加入我们 比较懵懂 然后比较有所谓的 无知的乐观 然后陪着他走过 进入这个有知的悲观 然后慢慢摸索慢慢学习 后来再进入有知的悲观 有知的悲观 然后最后再回到有知的乐观 他真的知道他在做什么 而且做这个会成功 那你看着他这样走过这个旅行 因为我们同样都是变种人 看着别的变种人 我觉得你又讲出了一个名言 你很多名言 我等一下引用一下 但是 从无知的乐观 有知的悲观 到有知的乐观 我觉得这三个阶段 又是 零知诚语录的 不是不是这不是我发明 但是在网路上 是一个模型 就是在讲 真的啊 那我没看过 不漏寡文 一个走进心理运的人 他会有一些有一个旅行 哎呀真是佩服 这个 我再回头问你 当初接台客大总经理的时候啊 前面讲说 你不是直接一个单纯总经理 你是把两个公司 一个一百多亿 一个三十几亿的公司 把它绑在一起 要创造十倍的这种市值 你那个时候还讲了另外一个附带条件 是说 如果这个 这个十倍市值成功的话 你希望要把这里面一定的比例拿来 要捐助到做公益性的事情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电影工业 教育是我可以体会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下一代教育太重要了 电影工业你怎么会想到 把这个赚了 从现在百亿到千亿的这个 这个钱很大 里面抽个百分之十要做公益 电影 什么想法 因为台湾的市场这么小 那电影做得起来吗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我想做这个事情 是想要解决台湾的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 对因为台湾今年开始 已经人口进入负成长 很惨 那你现在去鼓励生育 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结构问题 因为生了小孩 就是20年才会长大 对 那所以现在必须要有一个积极的移民政策 那台湾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形态 我们有很好的文化 很好的 我们相对觉得幸福 虽然现在经济有点辛苦 但是至少疫情 台湾受到干扰 比起其他国家 是真的好很多 其实我住过上海 住过纽约 我真的觉得 台湾的生活形态 是远远胜过上海跟纽约 那 真的啊 我觉得我们 要怎么样去 有一个积极的移民政策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生活形态 的故事讲给 外界我们想要吸引 来加入我们的年轻人 台湾是某种形态的世外桃源 是 那其实我们都去美国念书 我们为什么会去美国念书 就是小时候看很多好莱坞的电影跟影子 对啊 然后他们一直宣传美国的生活形态 所以我们就向往美国的生活形态 就去美国念书 房子那么漂亮 车子那么豪华 哇 真的 然后百货工 那个超市那么大 云有尽有 云有尽有 所以我觉得台湾欠去的是 有一个管道 把我们台湾这种特殊的文化 特殊的 我觉得好的生活形态 变成一种大家习惯的 format的故事 电影 然后去让 尤其是东南亚的年轻人看到 然后愿意来 台湾是好地方 好地方愿意来我们的念书 那念完之后 可能有些人留下来 有些人回去 这个对我们的接下来的人口 以及结构问题 才能够有改善 是的 你讲这个就让我想起来 其实最近若干年寒流 寒流其实吸引了我们很多年轻人 要不然就去韩国玩 要不然就学韩国话 到韩国念书的 现在看到还比较少 但是至少 学韩国话 去韩国玩的 其实比例有相当的增加 最近有一个台大学妹 刚就去韩国交换学生 交换学生 对啊 其实绝对跟韩流有关系 有关系 所以等于说 看到韩流这种模式 我们要把它更进一步 韩国倒没有说要利用韩流去 增加它的这种移入人口 但是你的想法是说 我们现在人口的这个危机 如果台湾能够真的 透过台湾拍出来的电影 把台湾的生活形态讲出来 其实是值得人家来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想要来加入我们 因为我们坐在这边 真的觉得很幸福啊 所以没道理不来 这个讲到这边 我就要呼吁一下我们政府单位 我们的移民政策 需要有些弹性 是 真的 因为我们看到好的人 好的不是我们本国籍的人 希望他能够来替台湾效力服务 这个时候移民政策如果没有弹性 拍出再好的电影 这些人也来不了 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因为扛起一个电影工业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你觉得有机会吗 其实你看这个全球的电影工业 它的人才是有很大的流动性 就是好莱坞的电影 他有时候是在纽西兰拍 有时候去澳洲拍 那是什么少年拍 来台湾拍 所以如果你有好的budget 那其实你可以有办法去请到 全世界一流的说故事的人才 来台湾拍台湾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 现在我们缺的这个 missing piece of puzzle 就是这个资金 了解了 所以我才想 所以你说如果这个 这个将来这个 台歌大加上你的app work 如果说真的 市值成长到你 理想的那地步的话 其实 这里面就有空间来支持这个 希望能够给我一笔奖金 那这笔奖金我希望能够拿去支持这个教育 蔡明忠董事长听到了吗 我想你早就跟他讲过 不然你也不会接受工作 那个时候是四个条件之一 我想蔡明忠董事长会非常乐意 因为如果你真的能够把市值长到这个地步 播出一个比例来做这件事情是 不只是轻而易举而举的 应该是非常乐意 希望 希望 那个我刚刚说 林志诚 Jamie 讲过很多名言 你讲过另外一句话 说以前我们说 不是把鱼拿给一个年轻人 而是要叫他钓鱼 你后来又讲说 其实不只是给他钓根叫他钓鱼 你要教他 什么 说做出不一样的钓根 还是你怎么讲 想要发明钓根的一种饥渴 所以你拿的钓根跟我拿的钓根不一样 那我的钓根跟你有什么不一样 他比较好钓鱼 是我因为有些创新的想法进去了 所以这个隐含就是说 不要人家给你一根钓根 你说很好 很好 我去钓鱼有鱼吃了 对不对 人家给你一根钓根 就好像是我给你一份安稳的工作 你现在讲的就是说 不一定是安稳的工作 你可以去充斥一下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新工作 去设法发明一个新的鱼杆 这个意思 对 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的教育是在讲一技之长 对不对 然后我学了一技之长就可以一辈子受用无穷 这是一个钓杆 现成的钓杆 对 钓杆就是一技之长 那其实现在社会的变化比以前社会变化快多了嘛 对 你看我们今天现场做的这个小编 对啊 在做直播 20年前怎么有人有办法想象说 对 小编或直播是工作 以前只有上电视台 对 所以说这个社会可能 10年之后可能直播小编又变成不是工作 又变成新的工作 变成一个3D直播 或是像谢安讲的可能是一个电脑人 对不对 但是又是这种新的工作 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代里面我觉得一技之长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动力想要吃鱼 所以我每天想要去学习最新的抓鱼的方法是什么 我发明一种新的方法去抓鱼 那这样子我才可以跟得上时代的变化 甚至超前部署嘛 所以我觉得要给他一个想要吃鱼的这种渴望跟动力 这样他才会去发明新的吊感 今天我们这一集非常珍贵 以后你如果要做一个林芝臣语录的话 今天你讲了很多话可以不要带进去 我们在结束以前很快的时间已经过了37分钟多 今天其实我们上新的网友比以前多很多 大概是因为你的号召 有几个问题我们在那大萤幕我念一下 你再要回答一下 好 目前我们萤幕上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作为5G的一个使用者 如何把它的功能最大化 你要不要 我觉得当然是看你的需求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了如果你喜欢玩游戏 以前你玩游戏需要下载需要更新 现在如果你用Cloud Gaming 可以免下载免更新 所以你就把5G的功能在玩游戏这边最大化了 比如说你是一个戴眼镜的人 可能再过三五年之后会有智慧眼镜 连5G的智慧眼镜 那这个时候你把眼镜换成智慧眼镜 你就把5G的功能最大化 所以每个人在5G的时代都会有1到N个产品是可以帮助你把5G最大化 所以没有标准答案而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5G会不会造成人力市场的改变 那疫情是不是又加速了5G的应用 5G的确会造成人力市场的改变 就是说它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机会 那可能也会让有一些工作机会开始被淘汰 它也不是只是5G造成 整个时代就是进步的速度我觉得越来越快 而且paradigm trip发生的越来越多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可能现在这个像Google都在做这个量子电脑了 那当量子电脑出来之后 他就会把二进卫的电脑淘汰 或者说大部分二进卫电脑做的事情 就有点像算盘一样 就是有一种比较旧的方法在做事情 所以他可能就会淘汰很多二进卫电脑的各种开发工作 可是产生出来很多量子电脑的各种开发工作 所以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直在转变 所以每个人在这个时代就像我们刚刚讲 你可能要有想吃鱼的渴望 所以你才可以一直学习新的技能甚至超前部署 对 那个网友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在担心说什么工作会被淘汰 刚才我们Jimmy讲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平台 paradigm shift 所以呢势必有些新需求 但是也有些工作需求会降低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网友要面对这5G时代 最重要的是要密切的观察这种应用趋势 知道说这个应用趋势 5G带动什么新行业 什么行业可能越来越不需要 这个应该是这样回答 5G设备选择不同 是不是手机也不同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他可能是在说5G的这个基地台端的设备 有不同的选择 所以是不是也因此造成手机有不同的选择 应该不会吧 现在做5G手机的厂商还是本来的那些 在做4G手机的厂商 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新的出来 但是5G不会只是手机的应用 以后还会有不同的物联网 物联网的应用 那些的厂商很有可能就不是现在做手机的厂商 对 因为物联网的应用不一样 它的特性不一样 要去搜集资料不一样 当然我们可以期待物联网普及以后 物联网的这个设备会非常非常多 跟手机不一样 手机其实我如果从Samsung 换成Sony也是都是Android 除非换成一个Apple 大概就这两种 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5G手机 与通讯公司 你这个网友问这个问题是怎么样 是你埋在外面安装吗 要广告台客大吗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方便回答 我太太最近换了一个5G手机 那她原来不是台客大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就换了台客大 我可没有影响她 那她换到目前为止还算满意 谢谢 我们与韩国的差距大概多少 5G方面 我们5G比韩国大概慢一年多开台 那还好啦 但是我觉得我们5G的渗透率 也就是说 人口里面有用5G上网的比例 我猜在24个月内会返超她 真的吗 那我猜三年后 台湾应该的5G的渗透率会超过5成 甚至接近7成 那那个时候应该会是全世界5G渗透率 渗透率数一数二的国家 你讲这个话是为什么 是因为这两三年之内 你预见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因为台湾的这个5G支费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低的 低的 对 这对于电信公司来讲是蛮伤心的事情 但是对于用户来讲是一个好事 那台湾也有很多便宜的5G的手机 选择像1万出头的都出来了 所以对用户来讲 这个手机跟支费都门槛都不高 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会帮助渗透率 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电信公司赚比较少一点钱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的5G化有很大的帮助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听到一个5G公司的负责人说 可能可以赚少点钱 不过没关系 不过讲这句话背后的理由是因为 他其实已经看到很多这种传统商业模式以外的新的出入 所以可以从那些新的发展上面 其实可以有更大的回收 是 对对对 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分钟 我今天想做个总结 然后你也做个一分钟的总结 我觉得今天访问我们 Jaime 他从国外回来 31岁的时候回来 你在国外其实做的也很好 我知道你在国外你刚才跟我讲了一点 其实做行销 然后对于 Google 这种大公司其实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所以在美国其实混得很好 绝对不是混不下去 但是你愿意回台湾来 而且在台湾一回来就开始做这个 Apps work 协助年轻人的创业 然后你即便现在接了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电信公司 还在想说将来赚人钱有一个比例要拿出来回馈 教育回馈这个电影工业来把台湾的这种优质生活讲出去 我觉得真的是心系台湾 不管人在台湾不在台湾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听到 Jaime 跟大家介绍这一大堆这个 Apps work 到电信公司这个历程 应该都蛮敬佩他的 这个我们的节目今天到这边也因为你的关系 收视率应该是比平常好很多 你要不要也跟讲一分钟的结尾跟我们 好啊 其实我猜这个善哥不知道了 就是说我回来台湾在推动创业跟创投 那我就那时候发现台湾的这个公司法跟资本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还卡在那个十元面额的设计 讲对了 那那个时候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推动这个十元面额的 这个放宽 就是公司法要拿掉公司规定一定要十元面额这个事情 那我推了很久 我就是在各部会一直去游说 然后一直去推这个事情 那一直都没有进展 但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善哥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就去问各部会说 到底现在民间有什么样大家在抱怨的问题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十元面额就被排到 最多人抱怨的问题的其中一项 然后那个时候善哥当院长就是拍板 就说那我们修改公司法把十元面额拿掉 所以那个根深蒂固影响了台湾的新创跟创投行业的一个老规矩 就在那一刻拿掉 善哥可能不知道他这个拍板 对于后来 不知不觉做了是好事我都不知道 对于整个后来台湾的新创跟创投行业 有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那 这个是我跟善哥的第一个渊源 所以 其实我非常感谢他那个时候当院长的时候 愿意为我们做这个改变 那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善哥后来要我 帮什么忙我都全力以赴在帮他 因为他真的帮了我们新创跟创投行业非常多 老师说我们在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公司法研究最深的是当时一位政务委员 叫做蔡玉玲 对 蔡玉玲对于这个公司法的这个松绑 花了很多功夫 所以你要谢谢我就要谢谢他了 我想时间也到了对不对 我们大概也只能到这边 好喔 不过你讲到这边 你讲到以前往事 我再讲最后一句话就好了 我跟知诚认识是在2012年 我刚接政务委员的时候 你在news98主持一个节目 我上你节目 那个时候老师说我还不太认得你 然后你说林之诚的节目要我去上 我说谁是林之诚 然后搜寻一下 原来如此 林之诚是这个人物 后来就很乐意的去上你的节目 我想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结了缘 我那时候佩服你说 创了Apps Work 然后还在news98主持节目 等等等的 这个就一直 这个缘分就一直到现在 今天换我来上你的节目 对啊你怎么还我这个人情嘛 好啦各位网友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超过太多了 但是我相信 网友应该觉得今天这个时间蛮值的 我们是不是就跟网友说晚安了 好啊谢谢大家 拜拜 各位网友 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有兴趣的话可以多看几遍 然后记得分享出去哦 那记得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上边的通知哦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交流 想更了解上课的朋友 可以按赞我们的粉丝团 追踪IG 订阅我们的LINE社群 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